大家好,我是关心 我们经常说现在的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富裕 的确,对比30多年前 咱们老百姓的生活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老一辈的人还经历过点油灯,吃野菜的日子 而今天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房有车,有积蓄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虽然整体上大家都越来越富裕 但同时压力也越来越大 有车的人想要更好的车 有房的人想要更大的房 银行存了个几十上百败的人 依旧不敢乱花一块钱 你说他穷吧,他什么都有 你说他富吧,日子过得急剧得很 我也一样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缺 有时候又觉得自己一无所有 悄悄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我偶尔会买一两张彩票 这样当我觉得自己穷的时候就可以告诉自己 说不定哪天就中了一等奖 哈哈,这也算是保持积极乐观心态的一种方法吧 其实呢,这些困扰都是现代人的通病 咱们的古人有一句名言 富不住大巫,穷不走远路 当你领悟这句话的内涵 无论是穷是富,这些焦虑都通通可以得到缓解 假设当你财富自由的时候 你会想拥有什么样的生活呢 我有想象过啊 我的第一个愿望呢 就是买一栋带花园的大房子,大别墅 这样我就可以在花园里晒晒太阳 为几只宠物 最重要的是我的父母和亲人都可以住在一块 想想都觉得很幸福 在过去的二十年当中 有无数人都是为了一个房子而奋斗 所以我相信有很多人和我的愿望应该都是一样 有钱呢,咱一定得买个大房子 但是老话说,富不住大屋,穷不走远路 难道富起来以后还不能住个大典的房子吗 我想古人大概有两个顾虑 第一是财不露白的观念 古代乱世居多 大闸大院的富贵之家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最容易遭受打劫 过去的富贵人家住了大房子以后 还得请一帮看家护院的人手 所以还不如住一栋普通的房子来得安全 第二个顾虑是大屋不具财 家里的人口是固定的 房子大了就显得空旷 传统的观念是屋大人少,生气薄 一个大房子里如果没有人气 就会导致财散运衰的结果 当然这是一种唯新主义观点 现代人基本不会有这些顾虑 有钱住大房子天经地义 不然挣这么多钱干嘛呢 不过有一点我还是比较认同 正所谓房宽不如新宽 大房子也罢小房子也好 只有新宽才是真正的享受 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 为什么又说穷不走远路呢 按照现如今的观点 人穷就一定要外出闯荡 而不是留在家里不主动求别 其实呀 这是时代造成的矛盾 古时候的经济流动性差 交通也不方便 出一趟远门 对家人来说 简直是一趟生死未卜之旅 本来就很穷 出去以后每个一年半再回不来 那家里的老少妻儿怎么办呢 古人最重视笑 穷日子一家人熬一熬 也能够过去 至少还在父母跟前进了孝岛 权衡之下 才会有穷不走远路的思想 但是现在不一样呢 外面的机会更多 交通也很便利 万一家里边有个什么事啊 一个电话立马就飞回来了 在外打拼和顾家尽孝两不误 不会再有人傻傻的顾手贫穷 正所谓穷则思变 如果你暂时正处于穷困潦倒的人生 可不要再坚守 穷不走远路的思想了 最后呢 祝大家都能够住上大房子 随时可以满世界观光旅游 好了 那今天呢 我们就聊到这 我是关心 咱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